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由巨石强僧主演的科幻动作片《乌山丽贤记》 美国境内最神秘的地方,非内华达州的内华达大沙漠莫属了 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传说,这里存在着美国政府的秘密军事禁区 我们所熟知的第51军区就是建在内华达大沙漠内 关于研究外星人的基地也是建在这里的 传闻更是被描绘的活灵活现 这些传闻并非没有任何官方证明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但是他们也没有否认 内华达沙漠的中心某处有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那些莫名的怪事和神秘的光影都发生在这座沙漠中的大山上 它被人们称为乌山,在拉斯维加斯开出租车的捷克 他忙于生计而没日没夜的工作 他虽然对于乌山的破传说并不关心 但是也略有耳闻 总的来说就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毕竟养活自己还是最重要的 一天一对外表和人类一模一样的小兄妹坐上了捷克的出租车 说要去乌山 捷克心里想这两个小鬼去乌山干嘛呢,觉得奇怪 但是转念一想,乌山毕竟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去那里游玩也没什么奇怪 所以就拉着两人上路了 捷克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两个小孩并不是普通人 他们是两位外星来访者 前往乌山就是为了寻找他们的摧毁太空船 而捷克却莫名其妙的被卷入这件事情中 这下可热闹了 在去乌山的路上,各种团体、不明人士追踪着姐弟俩 为了摆脱他们的追捕 哥哥使用超能力穿透出租车 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在马路中央 把不明人士的车辆撞碎 看到孩子们上演的能力后 捷克相信了他们确实是外星人 并决定帮助他们 到达目的地后 兄妹俩给了他很多钱 这让捷克觉得很奇怪 于是他就跟着兄妹俩进入了一个秘密的物体 来到了一个神秘的丛林 这里面的奇怪兵人对他们进行攻击 捷克也与这些士兵进行了搏斗 打斗中,哥哥受伤了 但是兵人还是追着他们不放 哥哥因为有医疗恢复系统 所以他并没有大碍 在他们开着出租车逃离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雷电攻击他们 兄妹说,不能让不择手段的坏人得到飞船 捷克用三倍的钱让准备打烊的修车师傅帮忙修车 警察在水坝找到了他们 在场的人帮助他们逃脱 哥哥表示,如果我们不回家 你们地球人就完蛋 那些要杀我们的人偷走了我们的飞船 捷克想到自己前一正在过一个热衷外星人理论的女科学家 也许她愿意帮助外星人 就带着外星人找到了她 她带着他们去找电台人士 用卫星飞船的所在地 他们来到了乌山 去寻找美国政府的秘密基地51区 其实政府的人早在等待他们的到来 特空就把外星兄妹抓了起来 并把他们绑起来做实验 这时外星杀手闯进了基地 突发警报 特空和外星杀手展开了交火 捷克和女博士趁这时 唤醒了被麻醉的外星人们 并且成功地在基地里面找到了他们的飞船 捷克和女博士都上了飞船 最后捷克和哥哥一起打败杀手 兄妹俩和他们告别 感谢他们一路的帮助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哟